众所周知,XYG是一支后期队伍,著名的破三高解除封印 那么他们的前中期都存在哪些问题 今天就带大家来复盘一下XYG的常规赛收尾战 对阵WE1比3的这场比赛 第一个点是抢中线一定要抢彻底,不然会没有节奏 比如这波林梦后出现,想去消耗打一套猪的状态 结果被蹲在草里的牵势流了,导致前期掉顶 XYG明明是四个人来中抢线的 而WE只有两个人,猪八戒还是后到的 只要他们把这波兵线秒掉 林梦解放的不但可以游走支援 9月的蓝buff也不会有任何人可以骚扰 但是XYG表现的都很忙 旅步急着回上路,他已着急回下 名音急着刷蓝buff 表面像是强了节奏,实则活物没有能提前出现 那WE莫名三路献权,肯定要找节奏 他们的第一目标就放在了XYG的蓝buff身上 而林梦这个时候如果去边路的话 没兵线也找不到机会 所以才想帮忙保护9月的蓝 结果失误被击杀 因为WE这波一定是人多打人少 根本不怕 就算林梦不上 他们也会入兴蓝buff打骚扰 甚至B团的 这样来看 这个中线引发的问题甚至旧很多 让XYG很被动 第二个点是 对于隐区骚扰打法的处理经验不足 这波双方都来到中路抢角色 XYG没有打过 立即选择会防 这个决策很对 但是当出发界往蓝去进之后 XYG就表现得很不理智 一顿上头追 最后导致双边塔全破 对于AN这种打法 只有两个处理方式 首先要知道它是没有惩戒的对吧 WE的中辅清完中线 也是录着视野往下了去的 只要活屋卡住悬影的位置 这个蓝buff就不会出事 那这个时候如果发现猪托节 要么第一时间三个人起火它 就一定能留下 要么就不要管它了 赶紧去发一路宝香香发育 都是不错的选择 所以犹豫就会败本 这局我们先说一下XYG前期的优点 相比之前有不少改变 第一点前期对位思路明确 把萌芽放中 让杨玉环跟鱼姬对线 双边都好打 这样就很好地拥有了前期的主动权 第二点是阵容打法明确 抱团很紧凑 一看就是经过反复敲打过的 分别在2分钟和5分半找到机会打出了优势 接下来就要讲问题了 先讲一波小规模团战 6分30秒酷鞋背秒 当时解说和评论席对这部的分析 都说是宁梦失误了 没能来上 其实并不是 我们仔细看 各波明显是宁梦故意卖身为引诱5-6开团的 也成功用二技能加速躲避 让酷鞋吃了这个打 本来非常完美 但是西河的孙并在侧面反应太慢 犹豫了一秒 没有第一时间用大招帮忙拆火 导致被冬豪砸晕 如果能及时大招过去 WE双C根本没有输出环境 更别说秒猪八戒了 还有在11分钟的这波团战 解说和评论席当时提到的一个点是 说WE开的是黑龙 而XYG开主宰为什么还要去开团 这个点从理论上来说是对的 但是对于这波的情况并不对 XYG其实是想卡WE开龙时间慢的这个点 去中路强行开团 利用人多打人少的优势制造掉点 而且酷鞋这波猪八戒后拉闪现开牵式真的很帅 没打过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 西河的大招失误太严重 如果孙兵拆火到位 酷鞋绝对不会死 牵势也跑不掉 那这波团战的局面就完全不一样 我提出这个点也是基于XYG本赛季使用孙兵的情况 独了脸牙老干爹那局都输了 而且据我观察 西河的孙兵在比赛中都有点问题 一个是技能使用不精准 孙兵的大招在团战中自贯重要 二是战位经常过于萎缩 这个英雄在中后期发育起来之后 一定程度上团战中是可以卖身位秀操作的 具体大家可以借鉴子杨和阿改对孙兵的使用 都非常标准 所以我觉得XYG在这方面得稍微注重一下 选手对英雄熟练度的问题 并非刻意否定解册和评论棋的观点 而是孙兵这个英雄是实实在在克制动煌的 但是没有打出效果 第二个点就是XYG对自己打赢团战之后的判断不清晰 没有明确的节奏 具体表现有两波 第一波是五分半 XYG在中路找到机会杀掉东煌之后 没有后续的节奏 可以看到中路爆发团战的同时 9月在上路找到机会打散马超 这个时候马超没大没急跑 完全没有作战能力 这个信息9月肯定会报给队友的 那中路团战也打赢了 WE全部视野都有 且肯定要守中路这个炮车兵吧 那XYG就可以直接派一到两个人转上 这个上塔毕掉 马超没有任何办法 但XYG选择的是还有半分钟才刷新的红buff 来的太早了 马超没有人管 他把上线一断 XYG最后只能回防 相当于浪费了半分钟的节奏点 好 我们话再说回来 XYG想反这个红buff 如果按照我的那条思路能反吗 答案是肯定可以 我们来请击模拟一下 XYG这波在松路打完之后转上 跟筋一起先压掉了上塔 压掉这个塔之后 酷鞋是不是补好状态出来了 而WE556还没有复活 那XYG是不是还可以顺便开一条小主宰 四个人打最多也就用6-7秒的时间 打完这个龙的时候 冬皇才刚复活 红buff的刷新时间点在6分08秒 那XYG就可以先抢中 待入侵红 时间点会卡得刚刚好 节奏又加快了不止一倍 这样一来WE就会非常被动 而XYG也会有更多的主动权 第二波是在7分半 XYG又找到机会打赢团战 杀掉了冬皇 由于状态不佳 蝙蝠第一时间回程谱状态 这个举动非常好 但是XYG这个时候 在中路等线是有点问题的 他最好的动作应该是去上路支线 跟进互相掩护 截掉下一波兵线 中路让猪八戒配合杨玉环 清就行 这样不仅可以更稳定的反掉这个蓝 还能利用上路龙兵牵制WE 转到中下打压塔节奏 这个信息量有点大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吸收 没听懂的可以重复听两边 一定要知道重点是利用人数和状态优势 解掉上路二塔的兵线来做相反路的节奏 这种运营进攻节奏说难也难 但是在狼队和ES身上属于家常变范 如果想变得更强 那这些都是提升空间 这局我只讲两个点 一个是第一局讲过的 对于野区骚扰的处理经验不足 2分20秒 AN又独自一人 冲进野区骚扰9月刷buff 联盟和西河第一时间就过来帮忙了 其实9月这个时候果断一点 配合联盟上去打输输 夏侯敦肯定是扛不住的 杀完再回去打篮就会好很多 AN的打法真的特别极端 优缺点也很明显 所以一定要找对方法 不然前期的野区节奏被打乱了 就很容易逆风 第二个点讲一下bp 这局的阵容问题还是比较大 中边也太弱势 前期强度完全不足以撑起余计的发育 我觉得XYG要练阵容没有问题 不管是练习马盒还是马盒 其他位置的搭配总要让马盒好发挥才行 通过前面双方阵容的对比 XYG的上半区已经非常劣势了 那必须要让发育录强势 这是一点 从这一点来看 莫子是可以的 但另一点 还要看对方的阵容跟己方的克制关系 那莫子就可以排除了 因为WE选择的是高绒错阵容 双前排加泰乙的复活 还有阿里的二技能挡飞行物 而莫子辅助位经济低 更适用于打多脆皮或者后排阵容 在这局根本没有发挥的空间 中上分析 能用的常规辅助就只剩牛魔和东皇了 王朝军克制笨重前排 所以从机动性上看 牛魔优于东方 那牛魔就是最好的选择 其实有看到风军教练是有考虑牛魔的 不过犹豫了一下 还是换掉了这个最优的选择 才导致XYG局内表现艰难 没有翻盘点 我个人观点 抛开常规辅助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规辅助 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就是姜子牙 甚至优于牛魔 不过子牙辅助非常是队伍的磨合度 需要有一定的针对练习才行 大家知道为什么姜子牙最好吗 这个问题留在评论区给大家解答 第一个还是对位的问题 XYG前期发育路对线 没有打过WE 秀斗回家之后 第一时间就选择了换线去中路 这个点非常好 说明他们已经有意识的在改变了 但是又有了新的问题 就是换线时机不对 这波银正张飞加菊油精 是可以在中路抢线的 所以最好是抢完中路兵线转到下路 护阿里吃一波发育路经济再换线 这样节奏就可以流畅起来 而阿里亏的经济也能通过这种转换弥补上来 换线实际不对 导致XYG中下列弦 而之后柠檬也被锁在了发育路首塔 下半途视野全无 非常被动 第二个点就是吸盒状态有点问题 感觉被打懵了 8分50秒WE主动开团 被秀斗操作完美化解 WE这边五个大招 加两个闪线全部用掉了 我可以这样说 只要XYG敢接这波团 张飞随便开个大 还站都不可能输 这完全就是送的接受点 没有抓住 唯一能解释的就是气势被打重了 没有正确的判断能力 而且下路白给的二塔也没去追 XYG就算不接团 也应该在第一时间就选择去推下塔 毕竟WE技能全无 还被卡了位置 根本不可能守得了这个塔 10分半这波也是决策问题 XYG有优势先开黑龙 WE被迫选择换弄止损 由于XYG的开龙速度更快 就留9月自己打 其他人都去阻止WE的换弄动作 但是当西河看到主宰的血线还有一半时 其实不该去龙坑处喷大尝试抢弄的 因为XYG的后续动作是想留人 真想留人从一开始就应该直逼WE的后排 等队友到的差不多的时候 再从红去口子这里开大喷后排 WE的处性就会非常尴尬 悬影打龙肯定会面临脱节的情况 那到底是秒龙还是街团 就成了WE必须面临的抉择问题 而9月开完黑龙再赶过来支援完全来得及 或者XYG龙船打拉扯 让9月转下路推塔 其他人卡位置也是不错的选择 XYG过于着急还把黑龙拿拓散了 导致9月的开龙速度也非常慢 所以后续的上头行为就更不应该了 最好的选择就是去推下塔 总的来看 最后一局吸合的状态确实比较差 当然这只是他个人的问题 我更想强调的还是团队问题 毕竟一个指挥的能力与否 其实跟整个队伍的成长是脱不了干系的 除非他能像狼队翻翻一样短时间内蜕变 不然XYG与顶尖强队的差距 看似一步之遥 却也山高路远